因为基隆市都市设计审议程序较为繁琐 业界反应都省时间太久 因此为了缩短及简化审查流程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林立禅 汉秘书长方定安 都发处长谢孝坤 特别召开记者会 希望简化时程提升审议品质 吸引更多产业来投资 让基隆更好 为了提升基隆城市的竞争力 创新创造更多的城市的亮点 也改善我们的环境 就是环境的品质 那我们的谢国梁市长 一上任之后就积极的盘点 整个基隆的就是发展性 有潜在发展性的公有土地 那也责成我们的都发处长 那针对本市的相关的建筑基地 开发审查的制度来做一些检讨 那希望提出相关的 就是一个革新的作为 市长一直希望我们赶快 把这个整套的新革制度 能够提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了 五大精进作为 包括成立三个项的平台 以及加速简化的两个审查平台 因为那么多流程 所以我们未来有我们都发处 会成立一个单一窗口 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在这个系统上 就是透过一个建制一个系统 让各个的这个程序 都透过这个系统可以查得到 目前的这个案件到哪个流程 那我用这张来做说明 可能未来像左边我们就会 去建制一个透明化的便利服务系统 那里面把相关的审查的进度 都把它建制在里面 包含有都社的水保的 加强山坡地的 或者是共沟配置 或甚至到最后的建造 那因为目前大概只有 我们的系统大概只有这个建造 所以有时候这个案件的流程走到哪 有时候并不是清楚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 这个部分把它分清楚以后 那这样申请也很清楚 知道说啊目前我的案子 大概在哪边 那我要去处理什么样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好 秘书长方定安也强调 这是都省改革首部曲 希望让都市更新计划的改革 可以符合基隆整体发展趋势 未来向基隆捷运沿线场站的周边 TOD开发 搭配容积移转 让地方获得开发的回馈 政府透过容积奖励 藉由开发同时 取得并提供公益设施 这是基隆未来要走的路 所以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 像新市政大博 现在已经确认在政策上 我们是希望向招商来提供 把新市政大博这个来兴建完成 那我们也有针对一些公有土地 那未来也会配合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捷运场站周边 因为新市政大楼 把一部分的员工移到某些地方 那我们必须要也要找交通方便利 而且他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 那我们会适时的找一些开发的一些招商 那当然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地方 那后续如果确定之后 我们当然也会赶快来跟大家来报告这个消息 那目前这些就是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透过捐赠公益设施的方式 来完成我们很多的 包括新市政大楼 未来我们还有好多 也许是活动中心 长照 日照 幼儿园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开发机制里面 希望透过这个开发机制 在新建的同时 来公私合作 来建设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